昨天我們說到,靖派和那群妖獸的一場決戰終於展開 在本來好像仙境一樣的青雲山空天風的雲海廣場上面 幾百名正道中人,有一半站在地面,有一半飛在空中 無數的仙劍法寶,發出來的角色光芒 就好像組成了一道彩色的城牆一樣,散發著冷冷的寒光 但是,這些妖獸好像根本不知道痛苦和恐懼一樣 好像潮水一樣一直湧過來,幾乎有幾里那麼寬的光場 那些妖獸不斷撞下去,暫眼之間 他們不是被仙劍發出的寒光設成幾段,就是被其他各種各樣的法寶發出的光芒打成欲張 但是,前面這一批妖獸死了,後面那批妖獸又跟著直撞上來 所以,一點都不恐懼,一點都不恐懼,前仆後計 只是斬一斬眼那麼久,幾百隻妖獸在一瞬間就被冰冷的寒光搞成肉碎 濃重的血腥味和那些碎碎的血肉,切在眾人的身上,掠在眾人的耳邊 真是聞到令人作嘔,但是還沒等眾人定一定神,後面那妖獸又跟著湧過來 本來平整的光場,當堂受到很大的壓力 一波一波的妖獸,好像根本都不死一樣,撞上去,碎了,第二隻妖獸又跟著衝過來 那些撞擊的力度是這麼大,有些功力稍微弱一些,或者甚至不夠堅定的弟子 只是手一軟,手裡的法寶,一下子掌握不好,馬上那股巨力的直撞過來 在那些野獸的敲叫聲中,眨眼之間被撞上來的妖獸,將人撞倒在地 慘叫聲連連響起,跟著再也見不到他們的身影 地下只剩下碎裂的內臟和血肉 在玉清殿外,杜元真人,普宏上人,雲二難他們都面色嚴重 杜元真人看著他們兩個一眼,兩人都同時點頭說,一齊請師兄作主 杜元真人目無表情,強山下又看一陣,終於揮一揮手 蕭日才馬上答應的聲音,自己就當先飛起 跟在他身後,有百多個正道中人,向著廣場那裡直接飛下去 這幫人的人數,雖然沒有雲海廣場那麼多 但是法寶化了個光芒,他們更加耀眼 顯然,蕭日才大躍的這一幫,都是天下正道之中 各派的精英弟子和一些功力高強的散仙 由他們加入戰犬,當堂敢先將局面穩定下來 而且這幫人早就已經有了默契三五成分 都是向形勢最緊張的地方飛過去 他們本來被妖獸攻破了一個缺口 一得到這些生力關的支持,當堂反彈回去 剛剛攻進來的獸獸,轉眼之間就被斬殺殆盡 那座光幕成長也馬上轉危為安 在人群之中,那些法寶仙劍發出個光芒最耀眼的地方 就是這個光幕的最中心 陸雪奇拿著天爺神劍,整個人就好像九天仙劍 但他把天爺神劍就好像一把圖魔的寶刀一樣 鎖過之刺,血與氛飛,碎骨累累 在他腳下,那些妖獸的屍骨已經堆成了一個小小的山仔 時間首尾一長,他那身白衣都已經變得染到粉紅色 那些凶惡的獸妖,似乎也開始對這個清爛的女子有幾分顧忌 就連陸雪奇身邊那些靜派中人 看見他這樣打法都紛紛過得心驚 在這個慘惑的戰場上,陸雪奇簡直就不將生死 當成一回事中橫辞青 每一次都在黑不容法的間隙,殺入獸妖群中 獻起一陣陣的腥風血雨 而他面上卻毫無表情,既無畏懼,又無痛楚 更加無驚慌恐怖厭惡的神色 甚至那些帶著惡臭的妖獸的鮮血或者碎肉 切到一向都很喜歡乾淨的他的身上 陸雪奇也沒有任何反應 他只是用盡全力地撕殺 本來自從蕭日才他們一加入之後 就稍微穩定下來 怎知就在這個時候,忽然間 在獸妖群中又發出一陣狂聲思考 然後又聽到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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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像行雷一樣的腳步聲 在排山倒海衝過來的獸妖群之中 有几只体型非常庞大的妖兽 张牙舞爪地向正派中人这边直冲过来 这些体型庞大的巨大妖兽 他们比普通的妖兽厉害得多 一般的正派中人 法宝打在他们身上 却一点作动都没有 而这些妖兽的利爪飞过 眨眼之间一片的声风血雨 一下子,有些猜不到自己的法宝打上去 这些巨大的妖兽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整个人呆了不几多闪避的正派中人 被他们的巨杂一掃,啪,杀池之间 就显了一阵的声风血雨 这七八只巨大的妖兽 眨眼间,当堂就将那道正派中人组成的光场 冲开了几度的缺口 整座光场就立刻遥遥欲坠 真是非常吃力啊 这阵时,在云海广场的正派弟子 都知道到了关键的时刻 每个人都叛死力搏,全力以赴 甚至,多数人在这个时候 口里面都发出歇斯底里的敲叫声 他们发出的敲叫声,与妖兽的敲叫其实也相差无几 看来,就算那些收真人士在生死关头 他们与受妖,其实本来就没有几大的区别 在他七八只巨大的妖兽之中 最娇狂的,还在南疆苗人七里洞里面出现过的那只白骨蛇妖 在黑云之下,他一身的骨骼呈现出非常苍白的颜色 在他身后不断震动了三对色彩斑斓的翅膀 他就连接在白骨上面显得更加诡异 这个时候,只见他盘起了整三丈那么长的巨大身躯 背后也就拍下拍下 蛇头上面,那条蛇里就不断吞吞吞吞吞吞出一股股的黑气 每当他巨头一数数的那个时候 有些道行稍微低一点的正道弟子 马上就被他打得死与非命 不是被他一口咬死 就是受不到那些黑色的毒气被剧毒攻心而亡 白骨蛇妖连杀了七八个人 看着自己身前四散逃开的正道弟子 他巨口啪啪啪的有开有盒 虽然,他臉没有到半点肌肉 看不见他的表情 看得出,他似乎弄得大声狂笑 就是他最有趣的时候 突然身前白影一闪 有盛清冷的低渴 跟着一个绝美的女子凌空出现 手里面的蓝色仙剑 潜着灿烂的光滑 淋空直撇过来 白骨蛇妖一点都不闪避 好像当把天爷神剑武道那样 张开他的大口,一口响着六树骑咬下去 眼看着,那个似乎比人还要大几分的尿牙 闪着冰冷的白光,从天而降 六树骑看着那么恐怖的情形 他那里面还没有半点表情 更加也不把白骨蛇妖放在眼里 天爷神剑的南光更加性冲天而起 吹啊声 打蛇打七寸 南光一闪而过 啪啊声 在白骨蛇妖作出反应之前 就已经斩在他蛇头七寸骨骼的地方 啪啪,啪啪 两声闻响 白骨蛇妖抖一抖 跟着,先发现 自己胸口的白骨之处 被天爷神剑打中的地方 突然间出现了几片烈蚊 原来烈蚊迅速扩大 啪啪啪啪啪,啪啊声 一片片的白骨 竟然发出爆裂的声音 飞浅粉碎出去 天爷神剑毕竟是九天神兵 就算是这只绝世的妖物 居然亦都伤在天爷神剑之下 白骨蛇妖猜都估不到 这个这么小的人仔 居然打伤了自己 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狂敲 然后 那箱好像鬼火一样的眼 天然非常愤怒 再不离其他人 巨头一摆 向着陆雪奇直撲过来 幸好这个时候 萧日才争书书他们都赶到了 各自举起自己的发布 我先见跟陆雪奇的天爷神剑一齐 挡住了白骨蛇妖雷平万军的一击 砰一声 只见陆雪奇他们身形剑真 这股巨力几乎震到他们一半空中就跌下来 那就是幸好这帮这帮人的道行都够深啊 好快就各自稳定身形 但是大家的心头都忍住在那里喊 这一只恐怖妖物 他竟然有这么高强的妖力 就算是众人联手 他竟然也都这么吃力 那就更加不用说 在他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兽神啊 在山头的道远 看着这一切 他不敢紧紧地皱线明头 那些杀之不尽的兽妖都还算 唯独这六只巨大的妖兽 现在越战越勇 以萧日才为首那帮精英的弟子 虽然二多打少 但是慢慢都出现了屠西 云尔兰在旁边咳嗽的声 道远师兄 眼闲这个形势 是不是 他没有继续讲下去 但是道远是什么人物啊 他当然明白 马上转头 对云尔兰点了点头啊 国主放心 然后 他转过身 看看自己身后 在他们三个人身后 正是正派之中 有几十位长老 站定在那儿 这些人 有点白发瘡瘡 有点先锋道骨 可以说 这些青云门的长老 和其他国物的前辈 已经是他们正派 除了这三大首脑人物之外 最后的战力 道远寒沉默了很久 终于说 各位 去吧 没有人出到一句声 但是随着道远真人这句话 这最后的几十人 有点微微点头 有点拱手还你 闪眼之间 光芒闪动 静派之中 最后的几十个长老 都同时腾空而起 向着山下直 飞下去 而欲清建外 除了道远真人 普宏上人 和雲二兰之外 还有六个人 还站在树 这个 正是青云门 除了通天风以外的 六墨手座 不知为什么 他们居然这么意外 没有加入这团战犬 道远看着他们说 各位 看来形势已经到了危急关头 原来我们商量好那件事 就拜托各位了 六个人各自点了点头 神情平和感 就各自向着自己本来的 那座山峰直飞而去 只有田不宜不知为什么 稍微停一停 轻转头 看着道远真人一眼 道远有点意外说 田师弟 你 田不宜游着一阵 誓誓声说 掌门仙 田击人害启之后 住仙剑的泪气 会非常剧性 那股反射的力度 绝对不可以看小 你自己要小心 不要 不要慢着不保 道远沉默之阵 他慢慢点一点头 田师弟 我们上教多年 你的心意我明白 你放心 就算要做些什么事 为了天下创生 我都不理得这么多了 田不宜面上的肌肉稍微抽搐一下 但没再说什么 他看看道远真人 点一点头 一阵赤色的黄光闪起 他也向他大竹风直飞而去 自从那几十个长老加入战团之后 本来势不可挡那六只巨大的兽妖的势头 马上就被人阻挡下来 而且渐渐被压了下去 在众人的合力之下 首先是白骨蛇妖 接着其他又有几只巨大的妖兽 相计被众人杀死 虽然在杀死这巨大的妖兽的时候 包括那些长老在内的正派中人 也都有很多的死伤 但是形势不竟开始越来越有利地向着正派这边发展 虽然那些无千无万的兽妖 依然不知生死地直冲上来 但是随着那些巨大的妖兽的死亡 他们的去世开始慢慢弱下去 而且剩下来的普通清文弟子 虽然在杜幸上面就比不上那些精英 不过对付那些普通的妖兽 依然是却却有余 众人连成一片 那道帮场又更加坚不可取 解决了一半巨大的妖兽 剩下来的高手 将剩下来的三只巨大的妖兽围攻过去 谁都看得出 这些巨大的妖兽 是那群无千无万受惹的战民 而在那些杜幸高三的正派长老 和年轻的精英弟子的围攻之下 漫天毫光 和各种的法宝 不断的攻击之中 剩下那三只巨兽 也都终于支撑不住 在凄厉的施叫声中 日日跌低 就在最后一只巨大的妖兽 跌低的时候 受妖群之中一阵大乱 显然这些野兽似乎也都感觉到局面不妙了 而相反 正派这边 它是士气大振 战意高昂 那些璀璨的光场 显得更加剧性 向外一路压过去 受到当堂血肉横飞 被力反攻回头 在一片警方的思考声中 无数的受妖 对天长笑声音 都不知多么妻切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之间 在天空中 那些翻滚着的黑云 突然间静止 就在这个世界 突然间凝固一样 然后 有一点光 在黑云之中 慢慢透射出来 又瞬间 那些黑云 全部都散了 就像狂风 截卷大地一样 吹过漫天的风雨 由那边黑云的深处 有一个巨大的船窝 突然间向外急速旋转了上来 无数的黑云 被它卷入在里面之后 跟着又散开 再也不留痕迹 在这片巨大的船窝中心 有个少年慢慢现身 他目无表情地 看着这个山头的战乱 似乎 这件事 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 他的黑发在风中飘动 一只忽大忽小的黑色怪兽 在他身后焦躁不安地 在那儿不断动下动下 发出低沉的敲叫 就在他一出现的时候 忽然间 全部的秀妖都停住身形 大家一起摁高头向着天 向着这个身形 让天长消 万寿笑天 黑云退线 黑云退下 黑云退散 好像一股泪气冲天而起 正派中人看到这个情景 人人有个面色大变 导原真人看着黑云深圈这个少年 自然自愈的 这个 难道就是兽神 在兽神终于现身的时候 这些全山传过来激烈搏斗的声音 传过来通天风后山的时候 就已经变得渐渐 好微弱 这里 似乎非常优静 好像身处在另一个世界一样 只不过 在这个优静的世界里面 依然有刀帮剑影 依然有血丝暗斗 林荆宇单手揽住那个 已经没了生气的老人万剑一 另一个手 已经拔出了斩龙剑 被绿色的斩龙剑闪着幽幽的光芒 而林荆宇面上也都出现了赤红的面色 他双眼里便幽幽足 种种狂道的神情, 它都咬咬得啪啪声响, 虽然它依然保持沉默, 但是神情之中, 已经有几分的疯狂之意, 在离它没几远的树林之中, 一身刻意的鬼先生并没有离开, 又好像一只鬼妹一样, 在背后远远地望着林经雨的身影, 原来是他做了万剑一的传人, 好,好, 万剑一不舍得我杀你, 我也不会浪费精神来杀你, 有一个人恐怕比我更适合, 而且你们两个带上来, 豈不是更好玩? 哈哈哈哈哈哈 在黑沙之下, 没人可以看到鬼先生的表情, 但他声音难的笑声, 他又使人听得都不寒而律, 这个时候, 林经雨的脑海里面, 只是一片混乱, 因为, 自从十年前那场青云大乱之后, 他的恩师创从道人背叛青云门, 万剑一就出现, 他空中所学, 和他的风度空襟, 已经使他成为了林经雨最崇敬的人民, 十年以来, 他在万剑一的栽培之下, 克服修行, 耐心已经将这个这么神秘的老人, 当成了自己的师父, 甚至是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而这个时候, 他最敬重的人, 他又变成了一具死尸, 就躺在自己身边, 而他连凶手是谁, 居然都不知道, 又怎样跟他报仇呢, 杀时间, 伤心, 痛苦, 绝望, 刺激着林经雨, 本来就偏激的性格, 小时候看上来, 居然越来越疯狂了, 就在这个时候, 在背后的树林之中, 忽然间传来一阵响动, 林经雨身距剧阵, 马上连转身的忙, 只见在树林里边, 有一道人影突然闪出来, 而且快乐闪电地向外面直飙过去, 林经雨马上拿着斬龙剑, 好像风驰电阶一样直趕过去, 他根本没想到, 如果这个人真是兇手, 如果他居然能够杀死万剑一, 那他的道行手段一定是非常可怕, 自己可不可以打得干呢, 根本他就不知道, 但是林经雨现在心里边, 除了复仇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想法, 而且万剑一教到他这十年的时间里边, 都是教他斬龙剑向来都要勇往直前, 再无后退, 就好像他们的人生一样, 自己的身形闪动得非常之快, 眨眼之间就离开了祖师池桶, 去到那条三叉路口, 稍微一停, 向着幻月洞府那条小路直追过去, 林经雨转眼就追了过去, 双眼就几乎要喷了火来那样制, 所以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 自己已经冲入了, 本来应该是青云弟子禁地那条小路那里, 向着幻月洞府的方向, 就直追而去,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